嗨 大家好 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2067》 随着温度的突然上升 恐怖的大火让地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而消失的树木和河流 也让原本充足的氧气供应变成了奢求 2067年 人造氧气已经成为了奢侈品 科瑞尼公司更是垄断了该产业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由于妻子患病 深爱着妻子的医生只能拼命工作 并准备攒钱为妻子购买更好的优质氧气 而他要从事的核反应堆检修工作不仅高度危险 还经常会因为竞争激烈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 虽然妻子不愿他如此辛苦 但医生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治好妻子 而在第二天加班时 他突然被科瑞尼公司的人带走 接待他的首席技术官雷吉纳宣称 就地球当下的情况来看 人类肯定将在不久后灭亡 但伊森却是改变未来的希望 原来伊森的父亲理查德 曾是公司的首席量子物理学家 他在活着的时候便提出了穿越理论 但却在实验未完成时不幸身亡 而随着时空传送门完成 众人收到了一条来自407年后的信息 这条信息中只有简单的内容 那就是传送伊森 雷吉纳相信 这条信息就是人类400年后 依旧活着的直接证明 而那时的人类一定找出了解决这场危机的解药 虽然不明白信息为何会指向自己 但想到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 伊森便立刻表示了拒绝 除此之外 伊森还想到了父亲当年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而这个不知有何作用的金属镣铐不仅让他皮开肉绽 还成为了他和父亲最后一面的痛苦回忆 虽然伊森始终觉得这样的尝试实在是太过虚幻 但无论是他的好友还是身患重病的妻子 都希望他为人类渺茫的未来努力一次 于是在向雷吉纳提出 妻子要优先使用解药的条件后 伊森便决定冒险参与公司的实验 并带着全人类的希望站在了传送门前 由于实验的不可控性 唯一能陪伴伊森的便是名为阿尔奇的人工智能 而随着穿越程序启动 紧张万分的伊森随即跌入了时空隧道 在强烈的不适中 伊森在经历了一番颠簸后 吊在了茂密的原始丛林里 而逐渐冷静下来的伊森很快发现 未来世界灵物茂盛 充足的氧气也让他喜机而起 但由于无法与卫星连接 伊森没能定位到未来人的坐标 于是他只能让人工智能阿尔奇检测地质结构 结果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人工建筑 在阿尔奇的带领下 伊森找到了那里 但让他吃惊的是 建筑外面竟然有一具已经海骨化的尸体 而在看到了尸骨穿的外衣后 伊森发现那竟然就是自己 看着尸体旁的旧阿尔奇 以及尸体手上的金属环 伊森突然觉得无比绝望 但在启动旧阿尔奇并播放了最后一段录音后 得到了一些线索的伊森 还是决定先在丛林中生存下来 可让他无语的是 他又差点因为食用了毒果而丧命 幸好在意识朦胧中 伊森的好友求德将他救了回来 原来求德在收到伊森生命体征出现问题的数据后 随即选择前来施救 而为了弄清心中的疑惑 恢复的伊森便带着求德来到了刚刚发现海谷的地方 但求德却认为这些都是伊森的胡思乱想 由于眼前的一幕无法解释 伊森只能在好友的催促下 寻找那个刚刚被阿尔奇探查到的信号 在找到另一扇大门后 伊森的视网膜竟然启动了大门的生物识别系统 进入建筑的他也很快看到了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字符 于是他随即按照提示敲下了回车键 但让伊森惊讶的是 后请戴在他手上的金属环竟然开始启动 而在检验过他血液中的DNA后 系统自动上线并启动了返回程序 可随着倒计时开启 伊森反而陷入了迷茫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发送信息的人以及解药 即便回去也毫无帮助 而由于自己的手环与骸骨上的手环一样都变成了绿色 伊森便断定自己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于是他随即让系统播放了研究日志 并从日志中看到了父亲当年进行研究的身影 原来父亲一直致力于寻找改变人类未来的方法 而他的努力也很快得到了回报 但那条来自2474年的信息 却让父亲陷入了迷茫 虽然不知道这条来自未来的信息 为何会提到自己的儿子 但他却察觉到了某种暗示 此时伊森播放的工作日志突然被打断 传送门也随即出现了核心电源故障 而随着系统下线 伊森立刻让阿尔奇对问题进行检测 并得知核心的冷聚变电源燃料已经损坏 除此之外 两人还发现倒计时并不会因为故障停下 而一旦倒计时结束 电源的故障将会引起核爆炸 为了修复发生在核心控制室的问题 两人穿越丛林来到了附近的城市 但让他们震惊的是 不远处的城市早已成为了一片废墟 并被茂密的植物所覆盖 走进城市之后 伊森看到了那些倒在氧气机旁的尸骨 而他也意识到 未来并没有所谓的解药 地球是在人类灭绝后才开始好转 按照记忆中的位置 伊森找到了妻子上课的教室 而他当年留给妻子的信物 就这样被死去的妻子紧紧抓在手中 所有人都没能躲过当年的那场灾难 这让伊森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过去的记忆接踵而来 当年伊森与母亲遭遇了打劫 母亲也命丧街头 并被夺走了氧气装备 幸好路过的球德将伊森救下 伊森才逃过了一劫 在强行将伊森从回忆中唤醒后 球德试图说服伊森修理能源问题 但在这段对话中 伊森却听到了一句让他十分熟悉的言论 他随即播放了旧阿尔其中的录音 而其中球德与他的争吵 以及随后响起的枪声 都让他面前的伙伴突然紧张了起来 伊森其实早就对球德随身携带武器的情况产生了怀疑 而通过这段录音和球德举枪的反应 伊森更是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在球德的压界下 伊森被迫与他来到了核心控制室 可由于无法排除故障 系统随即进入了超值控制状态 而眼看闸门即将关闭 球德命令伊森立刻离开此地 但对于伊森来说 他必须手动关闭断路器 并决定留在即将抽空氧气的控制室内 在伊森的拼死尝试下 电源故障终于被顺利解决 而随着闸门打开 球德也立刻冲进来救出了伊森 重新回到实验室后 伊森发现了一扇之前被忽略的大门 而随着大门打开 伊森看到自己的尸骨依旧在那里 眼前的景象让伊森立刻意识到 所谓的过去并没有因为电源的启动而改变 因此他一定会按照既定的未来被人枪杀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伊森将新阿尔奇的电池换到了老阿尔奇上 而视频再次证实 他的确是被球德所杀 因此两人随即因为这个并未发生的事实 争吵了起来 可在和伊森争吵时 球德竟然说漏了嘴 在得知自己只是科瑞尼公司计划的一部分后 伊森立刻将自己的生日输入系统 并看到了父亲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段影像 而通过这段视频 伊森也得知了所有真相 原来父亲理查德 当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解药的希望 在收到了传送伊森的未来信息后 他便将另一端系统的启动程序与儿子的DNA捆绑 果不其然 科瑞尼公司为了主宰人类的未来 便决定放弃大部分人类 然后任由他们走向死亡 在得知理查德的助手也能勉强控制程序后 雷吉娜便开枪击毙了不愿配合的理查德 而由于只有伊森有权限启动未来那个传送门 雷吉娜便专门将球德安插在伊森身边 并故意让他引导伊森从事能源修复工作 得知真相的伊森大声质问起球德 但球德却表示一切都是为了伊森好 此时伊森依然希望能拯救过去的人类 并决定摧毁传送门 可他的举动立刻被球德阻止 而眼看之前的一幕即将上演 伊森绝望地说出了他对于球德的信任 凡人醒悟的球德则在抗争之下 最终选择开枪自尽 另一边雷吉娜已经将穿越拳高架售出 并计划事情成功之后杀死伊森 但雷吉娜没有想到伊森已经明白了一切 在意识到想过去发送信息的人 其实就是自己后 他随即向过去传送了发送伊森的信息 并将一些灭绝的植物 以及雷吉娜杀害父亲的证据传了回去 雷吉娜的阴谋也因此彻底败露 最终伊森的妻子收到了一份礼物 而罐子里的美丽花朵 让他立刻领会到了丈夫的爱意 而远在未来的伊森则拆毁了传送门 并做好了一个人死去的准备 但让他意外的是 随着传送门被毁 他的骸骨突然消失 之前荒芜的城市更是大便模样 而这个崭新的未来 也让伊森忍不住热泪盈眶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